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菲斯特極限運動場 今天我們要來拍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教課的時候 常常發現小朋友有一些錯誤的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整理了六個 常犯的錯誤要為大家示範 那我是負責錯誤的動作 我是負責正確的動作 那我們正面開始 這個動作常發生在新手方面 就覺得好玩 所以前後嚕 那其實這樣子其實很危險 容易跌倒 在溜的時候腳如果沒有跟上身體 就容易往後跌 所以我們重心要往前 那即使跌倒的話是往前是安全的 溜直排輪的時候 我們不能夾膝蓋 那像這一個是比較正確的示範 那有時候新手你會緊張 然後就會夾著膝蓋溜 那這樣子導致速度會越來越慢 這也是大家常見的錯誤 眼睛看著地板溜 這樣子很容易溜不出速度 好 腳黏在地板上溜 這是很多基礎不夠 或是沒有學過抬腳的人 容易才犯的錯誤 這樣溜不出速度 對 扶著地板站不起來 這是很多新手常犯的 就是他會覺得他站起來就要扶著地板 那其實 這樣子反而站不起來 那比較正確的方式是摸膝蓋 站起來 那錯誤的話 就是他一直這樣子 這樣反而身體一直在前面 更站不起來 直排輪在有速度的狀況 是需要靠身體去導重心轉彎 那初學者常常會是 腳抬起來 慢慢去做轉彎 你也有在溜直排輪嗎 快來跟我們一起溜吧 如果你也有溜直排輪的影片 歡迎分享給我們 那是分享什麼 直接來溜就好了 那訂閱按讚總可以了吧 記得幫我們按讚 掰掰 如果你有溜直排輪的影片 歡迎分享給我們 那是分享什麼 直接來溜就好了 那... 掰掰 掰掰 是什麼 掰掰 掰掰